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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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唐朝出现了家世 其始作俑者乃一代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给自己的老公李治 约定的是好位天皇大帝 这李宗盛又开始给先祖追加嗜好 如李世民的嗜好其出文文 但过去对帝王称谓 应该称谓文帝 不过李宗盛认为文不足以表示李世民的功德 于是最终其嗜好定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不但嗜好在唐朝发生了重大变化 妙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唐以前只有那些有功德的帝王 才配享有妙好 而到了唐朝 却开始无地不妙 而嗜好太长 妙好较短 故对唐朝以后的帝王多称 以妙好而再称嗜好 即从称某某帝到称某某祖某某宗 唐以后帝王的嗜好 更是越来越长 而恶指更是早已销声匿迹 明朝帝王的嗜好通常有十七字 其中明太祖朱元璋的嗜好为二十一字 而清朝的皇帝嗜好 自然比明朝的皇帝要长 通常有二十三字 其中光绪的嗜好为二十一字 毕竟是过季过来的 而嗜好最长的 要属奴尔哈氏 其嗜好为成天广运胜的神功赵继利 及人孝瑞武端义亲安鸿门定业高皇帝 达二十五字 按堂以前对帝王的称呼 得称呼其为清澄天广运胜德神功赵继利 及人孝瑞武端义亲安鸿门定业高帝 尽管其清朝的基业有开创之功 但究其平生 在事实上却仍为依求着 有些史籍及影视作品《鼓吹奴尔哈氏》 有取代大明的远大志向 其实就当时的情况来看 即便楼也当不过是痴心妄想 偶尔拿来一银一下而已 不可当真 一个王朝的太祖太宗时期 往往都是齐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时候 中后金奴尔哈氏 黄太极两代三十余年也没有能完 全占领辽东 按这个蚕食速度 即便其战斗力能够一直保持 但要侵占整个大明骑马 也需要三百年时间 事实上 巴奇的战斗力 也就在务尔哈氏黄太极 多尔滚这两代有战斗力 在满清入关后 多尔滚 多夺死后 巴奇战斗力就严重下降了 所以 跟满清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的吴三桂 才敢在晚年公然反清 平定三番就基本靠落营军了 在当时看来 齐人口的不足 各方面管理制度 技术又极为落后 所以 齐抵制风险的力量就很薄弱 齐部落很容易分裂消亡 历史上好多强盛的游牧民族都是这样 风一般的来 民一般的消失 满清在努尔哈氏与舒尔哈齐 多尔滚与豪格争利时 就差点分裂 所以 满清对自己的未来 一直都不是很自信 黄太极时期 尽管战友军事主动 但打不开局面 仍频频主动向大明示好求和 以求被承认 在齐入关后也是如此 将东北列为禁地 旧 是惧怕齐在中原待不住 还可以像当年蒙古一样 退回到东北 事实上 若不是农民军搅局 大明再能支撑二三十年 满清也将随着齐军队战斗力的迅速下降 而将不足为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